迈克自从出狱之后 就回家帮大哥米奇的忙 但那些动脑子的活 他一概不想沾 即便是跑腿活 兼职当司机 挖掘机擦屁股纸 他都觉得很幸福 毕竟是给自己大哥干活 直到这天 大哥死了 他的后脑勺中了一枪 脑浆和血就糊在了 他办公室的保险箱面上 所有人都来了 主要是警察的人 他坚持要回到命案现场 看着大哥倒在地上的模样 看着后来赶来的警探兄弟凯尔 那惊慌失措的表情 迈克终于明白 母亲之前说的那句话 他们三兄弟迟早死在 这十几方势力的斗争之下 只是时间早晚问题 关键是 为了自己的钱死了也就算了 大哥惨死 可是为了别人的钱 杀死大哥的真凶 连找都不用找 倒给那帮警察省事了 是一个刚来镇上的 一个零散黑手党 是一个妥妥的愣头亲 这个意大利人甚至没有蒙面 杀了那位俄罗斯邦老大的老婆之后 带着那两张恨不得 要了他们整个家族命的藏宝图 冲到了米奇的办公室 再拿枪杀死了米奇 杀死了著名的金士顿市长 没用半天时间 这个愣头亲的家就被找到了 特警让他用枪 摆出了一个反抗的姿势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三把步枪一起 打完了大概半个弹架 很快 这货的尸体就用果实布 帮好丢进了烟尸房的车子里 为了那种人 为了那种人的钱 米奇就这样死了 一点都不轰轰烈烈 他们死在任何一个帮派的老大手上 也没惹毛FBI的人 就这样死在了一个路人甲的手上 纽约州的金士顿 这座国王的城镇 方圆16公里内 建有7座监狱 关了近2万犯人 拥有近4万名狱警 他们根据肤色 家族关系 以及老大们分为了多个帮派 四个最大的失礼 分别是黑人领导的瘸帮 墨西哥人 亚利安派和拉丁裔 操场是他们的主场 食堂和浴室是他们的擂台 多人监防是他们的炼拳室 除此之外 还有俄罗斯人 意大利黑手党等多个势力 在监狱里蠢蠢欲动 他们和其他势力的犯人事不两立 同样也和警察 FBI等人水火不容 这里的犯人 从几个月的牢狱之灾 到死刑犯都有 他们大多罪孽深重 从偷窃杀人贩毒 到儿童杀人犯不等 这些罪犯和他们 重金聘请的律师一起 无耻地上诉了一遍又一遍 刑期一检再见 FBI也好 地方检察官也好 他们手上握有无数 不知道从哪里下手的案子 这些真相 就只有犯下这案子的罪犯 才能知道 除此之外 这些势力的老大 有些在里面 有些在外面 而且就算在外面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进去了 即便是外面的狱警警察 FBI以及地方检察官 他们手眼通天 也没办法把手伸到监狱 这样另外一个事件里去 所以墙里的世界 和墙外的世界 即便事不两立 水火不容 他们也需要交流 也需要物质上的交换 里面的人需要的东西 只有外面的人能给 而里面关着的许多人的待遇 影响着外面 他们这些语党的心情 如果里面的人过得太差 或者遭到了差别对待 外面的语党 很有可能挑起街头战争 或是直接对狱警下手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外面这些警察之类的执法者 也同意囚犯提出了交易 但是他们又不可能 坐在一起签合同 这两方永远代表着 邪恶与正义 那么这些交易 到底应该怎么谈 监狱系统的平衡 到底应该如何运营下去呢 此时此刻 需要一个钱客的存在 如果这些囚犯 是一座孤岛的话 钱客就是连接 他们与陆地的木筏 这个钱客需要拥有儒家特质 他必须永远中立 不占墙里外势力的任何一方 他必须绝对公正 不接受任何一方的贿赂 最后一点 他必须勤劳积警 聪慧油滑 随教随到 对于这个小镇来说 这样的人其实很难找 于是来自爱尔兰的 迈克拉斯基家族出现了 从迈克三兄弟的父亲 开始就做钱客了 母亲为了家庭 跑到了女子监狱 当起了历史老师 母亲早就说过 明明是一个钱客 父亲的梦想 太过超出他的能力范围了 他是活在假缝中的中间人 却妄想通过自己的力量 让这两方甚至N方势力 能够平衡 只要是有这种梦想的人 特别是他们家族的人 一定会死在这件事上 果然 父亲死了 死得非常狼狈 见惯了这里 弥烂腐败的管理方式之后 迈克和凯尔都想离开这里 但是大哥米奇 却选择了接任父亲的位子 成为了新一任前客 由于米奇的出色表现 家族的能力 被更多的势力认可 米奇也凭借一人之力 扩展了家族的业务 也与几方势力 刷足了好感度 也从这个时候开始 人人亲切地称呼他为 金斯顿市长 他除了跟这几大势力的人 打交道之外 还帮忙处理一般人的事 比如说负责 普通囚犯的安排管理之类的 上下打点 各处都起到了润滑油的作用 但是盛名之下 他一直都在钢丝上行走 一不小心就会扯着弹 甚至跌下来丧命 所以他必须把握好一切的度 迈克自从从监狱里出来之后 一直在帮米奇打下手 一般来说 跟决策有关的事情 他一概不参与 他只负责出力 脑力活几乎和他没有关系 再说 这插之好力 失之千里的活 迈克的确是干不来 但是多年耳濡目染 让他也学到不少东西 也在各大势力人的面前露过脸 不算是一个边缘透明人 一切的变数 从那个俄罗斯势力老大米洛那说起 米洛犯事进取之后 他的所有生意就乱成了一锅粥 他只能尽可能的 靠外面这帮人来帮他止损 他有一笔钱 埋在了金士顿城区旁边的 某处荒郊野里 这片地和这里的哪一方都没有关系 是归郡里管的 米洛甚至专门画了一张图 浮夸地整成了藏宝图的形式 他希望米奇能帮他挖出这笔钱 帮他保管一段时间 一直等到米洛出来为止 于是在米奇的大手一挥之下 他和凯尔挖出了这笔钱的另一半 迈克拉斯基家族的人永不贪污 他们永远是一个合格的保管者 这也是多方势力一直信任他们的原因 米洛的脱衣舞女老婆保管一小部分 而米奇的保险箱里则保管另外一部分 他老婆招惹了一个新来的 意大利黑手党的小喽啰 他那傲慢的个性 把自己送入了地狱 随后这小喽啰发现了米洛那张浮夸的藏宝图 也就因此找到了米奇 米奇死了 米洛那老婆死了 小混混也死了 而那笔谁都想保管的钱 送进了警察局 米洛在外面负责接应的 心腹大个子等到了前蓝赴约的迈克 米洛当然最想知道他钱的去处 这货天真的追问着钱 却没想到得到的只有迈克的一顿毒打 说真的 他真想翻进那墙里去 一枪崩飞那俄国佬的脑子 但是他不行 米洛在牢房里住着什么都没干 除此之外 他是迈克拉斯基家的人 我们要的从来都不是杀戮和胜利 而是平衡 最终 他只是警告了这个大个子 米洛如果敢把这一切关到我们头上来 你们就完蛋了 迈克经历过父亲的死 当时他还不懂母亲的那番话 而现在 他明白了 无论米奇如何圆滑 如何满脑子精准算计 这都是他的结局 而如果他接受了米奇的生意 这也将会成为他的结局 在这个系统中的每一个人 都在遵循着这些规则做事 没有一个人愿意打破系统 也没有人能够打破系统 迈克唯一的窝不是家族的房子 不是凯尔夫妻和母亲住的那套房子 而是森林中的那间小木屋 那里没有信号 没有网络 他也不准备安装 那里是整个世界上最安静的地方 这片森林里的一切 似乎都在他的估计之内 这些植物和动物 从来都不会出妖蛾子 除了这头小熊 他刚出生没多久 他的食量就已经很惊人了 他一路寻没 就来到了迈克的小屋前 他开始吃着那些 放在盘子里的鸟食 即便他们年纪不大 但是杀伤力很强 迈克这种拳击老手 也很难有把握 可以在自己的人头 在脖子上的这段时间 讲他制服 这种对未知的 强大力量的恐惧 再次让他屏住了呼吸 然而那头熊的眼里只有食物 他根本就不在 他的思考范围之内 甚至都不在他的眼里 他们思想简单体格凶悍 他们才是森林的主宰 而不是同类自相残杀的弱小人类 对未知的恐惧 才是人类最完蛋的弱点 但这一点却是驱使人类 在群体中生存下去的动力 人类就是这样一种 狡猾又低劣的种族 迈克一夜难眠 母亲也一样 密奇是他们敬爱的家庭成员 即便杀死他的人 已经得到了惩罚 可他的死还是太突然了 如果他们家族继续着生意 继续这样的自以为是 这样的突然只会越来越多 发生在剩下的两个儿子身上 母亲提到了一个观点 让迈克难以揭怀 除了密奇之外 凯尔和他从小到大 最大的梦想 就是离开这条下水道 但是最终他们发现 即便现在有一百个 可以离开这里的机会 摆在他们面前 离开这里 却成为了最艰难的选择 这种感觉就像 这里的脏乱叉 都用玻璃展示在你面前了 甚至让你吃饭的时候都看着 你从心底里怨恨这个地方 最终却发现 除了这里你哪里都不想去 这些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没人能想明白 所以迈克已经把米奇 所有的钱都拿走了 他已经可以跑到 地图对角线的州 随便做点别的工作安顿下来 一辈子不再回到这里 不再管这里的纷扰 但是当一个女人 为了他的死刑犯弟弟 找到办公室的时候 迈克还是揭晓了这份重担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 继承重担来临时 他最终还是拿肩膀去击了 至此 他已经没有机会去后悔了 因为他会从那玻璃中 看到更令人作呕的脏乱茶 甚至还得下手去掏 毕竟他和米奇不一样 他没脑子 迈克重新把办公室的灯 点亮的时候 所有的事理都明白了 他要接下这整一烂摊子 所以在米奇简陋的追悼会上 他们已经开始讨论 该从哪一件事开始了 玉璧老大叫艾德 是迈克从小玩到大的好机友 艾德的某一个轻信的侄子 被安排进了男子监狱 但是由于年轻不懂事 所以和瘸帮的一个 监狱头混在了一起 这个只有22岁的年轻 玉璧还被忽悠地送了一封信 这封信却被其他玉璧给截了 于是这位22岁的小年轻 就怀疑和瘸帮串通 要是一般人可能就已经撤职了 但是毕竟有关系 这事不会这么好搞定 所以在之前 米奇和迈克一起去街头 见了瘸帮老大巴尼一面 当然当时还是米奇在做主 瘸帮和米奇迈克的关系 算是最好的 仅次于凯尔上班的 金士顿警察局 本来在米奇的劝告下 巴尼明白 鱼调错了想让手下收手的 但是那22岁的小伙子 魏美也太血气方刚了 对着这瘸帮的监狱头头 就是一顿警棍伺候 这位帮派成员完全不占领 于是在其他几个狱警的介入中 这位瘸帮成员 直接被揍上了呼吸机 虽然这位小年轻 被调回了瞭望他 但是瘸帮成员和狱警 甚至是迈克的梁子 算是结下了 但迈克觉得 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这一切都出格了 没人能宅得太关系 有因比有果 B区之前正好就是 瘸帮那个小头目在管事 既然他喜欢惹事 那么将瘸帮管理B区的权利 给撸掉就可以了 正好让那个小年轻 也能从战区中抽离 借此机会也打压一下 瘸帮的气焰 不过迈克这当面一套 背后一套的重点 得考虑一下巴尼的问题 他到底应该怎么安抚巴尼 或者干脆不安抚 让巴尼和所有人知道 现在扁天了 这家办公室的名字 从米奇改成迈克 迈克在和巴尼兑现之前 他得先做一件 宣誓主权的事 或者说一种 专属于他的 祭奠米奇的方式 等到消防员赶过来的时候 米奇的办公室 竟然还没上完 随后他们发现 这只是迈克把保险箱的盖子 给点了把火烧了会儿 警察局还以为 可以借题发挥 结果都失望地回去了 这场一事一顾 就意味着米奇的时代 彻底过去 他可以安息了 很快在等来一通 意料之中的电话之后 迈克带上了那把手枪 和两枚震撼弹 根本没刹车地 将巴尼的院子 撞了个稀烂 这疯子发起疯了 谁管他中立不中立呀 巴尼这帮严阵一带的 小喽啰们 吃了今年的第一颗震撼弹 在极其随便的情况下 穿着西装人模人样的迈克 抓住了巴尼的脑袋 手枪抵在他的脖子上 巴尼当然知道 这是什么意思 迈克拉斯基家换人了 市长换人做了 米奇之前创造的那和谐帝国 早就被终结了 现在中间人 换成了一个监狱老手 加纯着的疯子 他的脑子不会转弯 他的枪子也不会 所以也许很多事情 不要把迈克逼得太狠 一切都好说 在这一连串 简单粗暴的进攻之中 迈克将那封 搞事的信给回收了 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米奇之前 确实对瘸汪这帮人太照顾了 他们就单纯欠收拾 这件事解决之后 就没什么事了 于是迈克的脑子里 有闲心想另外一个问题 那头出现在他木屋旁边的小熊 不出多长时间 他就会长成一头庞然大物 迈克必须要将他扼杀在摇篮里 于是在猎人老板的间议下 他买了一把弓箭 反应够快的话 杀死一头熊还是很轻松的事 迈克的猎杀计划 很快就出现在脑海 他需要买一包脂肪很重的食物 勾引这头熊来到他的木屋前之后 再用这把弓箭杀死他 当然他还需要另外一个辅助 那就是一头棕熊的标本 就在他离开前 猎人老板提供了另外一种 完全不同的方案 其实这头小熊 迈克完全可以把他养起来 没必要把他杀死 未到一定时刻 他也就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宠物了 他的心情在动摇着 他的确没有十足把握 能杀死这头熊 除此之外 他的见到这野兽就出现的恐惧感 在见到他吃饭的时候 也渐渐消失 也许这头熊 才是所有生物里迈克最不需要顾忌的 他只要吃饱了 就会乖乖等待着你的下一次投胃 不会贪得无厌 也不会因为你没给东西 而在你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 捅死你 米奇出事之后 所有人都知道现在是交接时间段 迈克的活儿竟然还很清闲 再加上他昨天对瘸帮那帮人 狠狠的一个下马 喂 剩下那帮歪瓜裂枣 的确不敢对他怎么样 也就只有FBI的人找上了门 瘸帮是一个什么样的街头帮派 巴尼又是怎样的一个人 他就坐在自家院子门口贩毒 FBI的监视车子 又停在离他家半条街的地方 除了贩毒之外 他还组织斗殴和各种帮派火并 这样一个重刑犯捕抓跑来找迈克 行事问罪 说他昨天不应该那样冲动的 就把震撼弹扔进去了 算怎么回事 然而这帮高高在上的探员 才不会把他们真正的意图 告诉你们这些人 他们只给迈克准备好了一份工作 一个月2500美元 接任米奇的工作 到FBI的有偿线人 迈克很清楚他们在打什么算盘 所以他与他们也约法三招 FBI从来没和迈克这个野路子 正面对线过 所以他们没想到这货 所以他们没想到这货 这么有脑子 看起来很难忽悠的样子 要是有什么机会甩锅给他 可能还是一件相当复杂的事情 警察那边发现了 瘸帮那个该死的送信人 让他去逮人逮车 警察们给他报位置 他开着米奇的那辆凯迪拉克 在街上横冲直窗 不一会儿他就跟丢了 正当迈克慌乱的 左顾右盘的时候 他是望望秒刀 这货的车竟然从他脸上开出来 瞎猫碰到死耗子 他就这么扯淡地完成了任务 下午的活而完食之后 迈克又在办公室里等到了晚上 晚上要是没活的话 他就准备再把车开回木屋 想想要和那头熊 做怎样的亲密接触的时候 一个女人找上了门 他不是第一次来了 在迈克决定接任 米奇活的那天 他就来过 还是为了他死刑犯第一的事 这个墨西哥女人 有一种力量 所谓无知即无畏 他认为他那个应该被 碎尸万段的弟弟 还有可能上诉 被判成死缓 或者是无期徒刑 杀了十几个人 其中还有孩子 要这种人都能不死刑 他立马撂挑子不干了 不过看着这位 故作坚强的姐姐 他决定接下这单500美元的活 他愿意陪他去一趟死刑执行师 他见过太多次了 他也很乐于做一个解说 每一个罪犯 在上行星台的时候 基本都是眼泪和汗水乱流 甚至还有人 控制不住自己的泌尿系统 他们见着玻璃外面 他们的亲人 回过他们曾经犯下的 滔天罪过 不过躺在这里的这位 也不是说非死不可 还是会有特例的 比如说州长以上的领导者 提议终止他的行刑之类的 但很可惜 这位普通却又不普通的 年轻杀人犯 并没能等到奇迹出现 毒药注射进了他的静脉 30秒钟都不到 或者说只用了10秒 他的心脏就彻底停止了 他们一定需要时间缓过境 麦克也一样 他原本以为经历过 年轻时的那些事 他已经百毒不清了 然而自从米奇 就这么意外死亡之后 他对生死有了新的见解 然而他在这种时候 最想见的人 或者说能选择的 就只有巴尼 他带着两把新的折叠椅 找到了这位 街头帮派的老大 他没日没夜地 坐在自家的前院 麦克几乎没看过他睡觉 不过他才不关心这种事 巴尼和他不一样 他不得不承认的是 巴尼真的很像米奇 他不是鲁莽的人 他做的每一步 都有一种其他人 推着他走的感觉 但是他其实运筹帷幄 早就对一切 有了自己的盘算 因为成长环境不同 巴尼比麦克 见过更多的事 大概这么一段时间之内 在和巴尼 坐在一起的夜晚 他还能享受一下 做人家弟弟的感觉 他还能享受一下 和人聊天 被人教导的感觉 虽然这多方式里 为了钱 可以说是信仰不一 价值观不同 但是很怪异的是 无论是正义的人 还是邪恶的人 他们都痛恨 极致邪恶的人 而今天晚上的这个存货 竟然是这整个故事的关键 他做的这些事 将改变这整个故事 也将改变 这个系统的权力走向 一场火灾发生了 黄毛是一个杂牌制度人 他竟然在自己家的房车里 做这些蠢事 他回家一趟 拿了些东西 拿了些钱 在这种毅然毅爆的现场 他竟然还抽烟 于是在他离开之后 很快这辆车就炸了 火焰蔓延了好久 才被灭掉 他那已经晕过去的 妻子和五岁的儿子 全都死在了大火之中 在清理尸体的时候 这场惨状给所有在场的警察 和消防员留下了深刻印象 只有五 我知道这是意外 这帮当事人可没有上帝视角 他们恨得牙都要咬碎了 黄毛是另外一个帮派 手底下的人 而这个叫做皮特的疯子罪犯 竟然是之前迈克的育友 不光如此 两个人的关系还很好 不说塑料吧 起码是站一边的 现在公然提出的解决方法 有这样两条 首先你们要知道 这样一个毒贩子 根本就提不上台面 然而他如此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个黄毛是一个 不折不克的工具人 他在哪里死 怎么让他死 这些问题能够轻易地打破 这个监狱系统的平衡 那么既然他无足轻重 任何一个父母 任何一个痛恨儿童杀人犯的人 都能找到这个货 然后轻而易举地把他杀死 再把他丢到一个 没人会在意的地方 但是这样的解决方法 一点用都没有 那么有用的解决方法是什么呢 由于黄毛正在保释 这个保释律师肯定是收了钱的 他们不管这个律师 到底收了谁的钱 帮谁办事 在恶意谋杀 绝对能违反了保释条约 如果他被抓到 一定会被送进监狱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把他安排到都人牢房的话 不出三分钟 他就会被人用乱刀捅死 这些犯案的人里面 肯定有各种势力了 让这帮囚犯爽一下 同时帮警察们解决掉一个麻烦 还让这帮囚犯 欠了他们一个大人情 何乐而不为呢 所有的警察都推崇第二种方法 但是在监狱中发生杀戮 同时还有帮派成员 加入这场杀戮 是迈克绝对无法接受的事 这违背了家族的平衡守则 所以他必须要想出第三种方法 于是他找到了皮特 这位墨西哥匪徒的头头 真的很烦 现在迈克接替了米奇的位子之后 皮特就更能拿之前 他们俩的关系说事了 再加上他现在的确有求于皮特 这事完结之后 对于迈克来说的确有点难搞 黄毛走投无路的时候 一定会去找皮特的 如果他出现之后 迈克希望皮特告诉黄毛 让黄毛去找迈克 他会给他一个 最没有后续反应的司法 如果退一万步 黄毛运气背识到 被任何一方警察抓到 他以第二种方法 被送入了监狱 迈克不希望时局 完全被那帮警察掌控 如果出事 他希望绝望的人能够介入 这是平衡的最后方法 当然他希望最好的 就是事情按照他所想发生 意大利黑手党 在外面的头头叫卡洛斯 他跑过来为迈克提供了一个线索 他们欠黄毛很大一笔钱 黄毛也许会出现在交易地点 迈克正好借这条消息 把那帮警察的注意力引开 他们这帮警察 正好去捣毁一个贩毒窝点 而他在晚上的办公室 后门垃圾箱后面 看到了这个毁掉一切的蠢货 黄毛哭得鼻涕眼泪乱流 一遍一遍地跟迈克说 他不是故意纵火的 那都是一场意外 迈克只想告诉他 你犯了什么错不重要 只要你落到他们手上 你将会被送到多人监狱 在一分半钟之内 被N把生锈的刀片给戳死 或者我给你提供一个方法 你现在就去警察局自首 你会落入保护型拘留 直到审判 随后你会被直接挪进死刑等待室 你将会在里面 忏悔自己犯下的罪过 不过你可以祈祷 也可以忏悔 给你的选择会比较多一点 然而迈克还是没想到 那帮傻子根本就不为他考虑 不为这整个系统的平衡性考虑 他们满脑子只想着 怎么压制那帮囚犯 所以迈克花了这么大的功夫 拉下个大脸去找皮特 还欠他这么大一个人情 还利用了卡洛斯的信息 又欠了卡洛斯一个大人情 最后终于找到了黄毛 他是往往免刀 黄毛刚进警察局 就被艾德给扣下了 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之内 黄毛被清洗干净之后 被送到了多人牢房 在30秒钟之内 他被不同肤色 不同视力的人 用刀片和拳头轮番伺候 最后满身是血的倒在了地上 后面的发展一定会非常混乱的 不过好在那个5岁的孩子 能够安息了 囚犯和警察们 互相欠了对方一个人情 特别是迈克 欠了瘸棒一个人情 如果是多一点放风时间 或者是增加一下 伙食的丰富程度 他想他可以和艾德那边打招呼 但是巴尼上来就说 他们要往里面运毒品 这就叫做蹬鼻子上脸 这帮人都知道什么 叫做蹬鼻子上脸 皮特同样来找迈克要奖励了 迈克于是奖励了他一块新玻璃 这都不是重点 他只能跟守卫打招呼 让他们尽量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运毒之类的事 他们最好想都不要想 每次遇到这种破事 迈克都无比怀念米奇 米奇到底是怎么在这帮 贪得无厌的家伙之中 转来转去的 自从之前那件事之后 迈克就不再给那头熊投喂了 他不断地围着那只标本 转来转去 就像是围着他的母亲一样 除了那头熊之外 今天这里还有一个不速之客 那就是凯尔 凯尔过来告诉了迈克 一个艰难的决定 那就是他同意去密歇根州 当州警 专门管机毒 纳克和这里的小打小闹不一样 那帮北方来的毒贩 可是有组织有纪律的 迈克完全不觉得 那活比现在来说安全到哪里去 其实他也能理解 凯尔老婆怀孕了 而且他也要攒一笔钱 这里的收入少 活多 风险大 迈克知道 他不用劝他这个兄弟 即便这所有的事实 都摆在他的面前 所有人都劝他离开 他自己也找到了机会 和由头离开 但是他和迈克一样 走不了 永远永远走不了 迈克也不是擅长 他一边享受着 巴尼给他的掌兄待遇 一边要爱德针对曲阊 墨西哥人 意大利人 这几个刺头 于是 爱德立刻找到了全方的首领 拿着胡椒喷雾剂 对着他一阵刺厚之后 一阵威胁恐吓 将他关进了单独捞房 眼看着多方都有动作 迈克当然也不能懈怠 在这场最近 迈克对他的印象急转之下 他必须得做点什么 来扭转局势 于是一个专门 从纽约城回来的礼物 到了迈克的办公室 这个年轻漂亮 灵气的就像一头小鹿的女孩 明据表示了自己的来意 美貌来和迈克发声点 什么有的没的 这样迈克以后就能对迈克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甚至对他言听计从 但是对不起 这位Iris小姐 虽然可以说是极品 但是迈克也不是 没见过世面的人 再加上拿人手短 前客最不能做的 就是贪污和腐败 迈克竟然使出这种招数 实在是不太符合 他老油条的身份 不过他可以告诉这只小鹿 他要珍惜他的命运 如果他真这么相信迈克 他很有可能 连一年都活不到了 全帮找完皮特找 皮特找完卡洛斯找 他们这些头头 都只有一个共性 那就是贪得无厌 迈克公然告诉了他们 他可以让预警 做到的最后地步 他们都一个个 非常愤怒地离开了 倒霉的 不只有迈克一个 在这下水道里 浸泡太久的凯尔 也逃脱不了这样的命运 他和另外一位警探 发现了一藏度窝点之后 还没确定任何证据 这位心态不行的 披萨店主 就朝着他们开了枪 不是他们死 就是他死 于是 他们在没有晾身份 和找到证据的情况下 当着一个 什么都不知道的店员面前 将这个贩毒者给枪杀了 虽然他们也算是 为民处害 但这全程的行为 没有一丝是符合规矩的 所以必须把这一段 剧情伪造成 死的这个店主身上 找到了大量毒品 并且试图攻击 这两位没有 露出身份的警察 然而就这么一件事 得把地方警察官和法官 都牵扯进来 这件突发的枪件 还得上当地报纸 报道好几天 迈克没想过 凯尔还有一天 需要他帮忙擦屁股 其实其他人 怎么看他 根本不在乎 他只在乎 他们的老妈妈怎么看 今天迈克又有了新委托 一位饱受争议的 FBI探员 来到了他的办公室 修迈克能派人 去死刑犯监牢区 看望一位 丧心病狂的 儿童连环杀人犯 这个杀人犯 杀死了26名孩童 这位探员的女儿 也失踪了 但由于尸体 并没有被找到 这位父亲 心里一直留着一次希望 他的女儿也许压根没出事 他费尽心思 想让迈克做的 就是让迈克 找那个杀人犯 问清楚 他女儿的行踪 即便这是一个 相当难以接受的结果 但是要说满腹希望 最终自己 再将这一切变成绝望 还是现在就上来 把希望切断 到底哪一种 更残忍呢 迈克毕竟不是一位哲学家 更不是一位慈善家 他只知道 这张支票上的数字 可以让他动用关系 帮这位探员 查清楚这件事 不过他倒是一个 从来没有机会 教育其他小辈的人 然而他的好大哥 巴尼给他送来了 这样一个机会 所以他也不介意 当一会儿慈善家 老师和大哥 巴尼有一个侄子 参加了冰球队 这天他在市里 有一场比赛 巴尼无法脱身 也不放心 其他老罗送 实在太打眼 于是他想了半天 只有迈克是最佳人选 再加上这个小伙子 大概是巴尼的亲戚里 可能最有出息的一位吧 他果然彬彬有礼 和他们这帮黑人 完全不同 所以迈克这趟活 感觉干得越来越起劲 直到赛场上 他发现小可爱 是一个有杀气的汉子 而这套肤色 及权力的理论 竟然又再一次 用到了这帮孩子的身上 而更可气的是 这些所谓的白人父母 还在帮忙作恶 迈克本来一直作为旁观者 并不准备加入战局 但是眼见身边这男人 和他的胖子儿子 实在太过分了 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他就抓住旁边的家长的脑壳 死命地往忽栏上磕 这小可爱的队友 就像是死了一样 整个场上就只剩下了 拿着球棍在冰面上 战斗战不稳 可惜还是准备 大杀四方的迈克 和满脸杀气 随时准备再战的小可爱 这场荒唐的战役 就此终止 而双双腹上的两人 却在车上展开了一场 憋开生面的对话 跟迈克想得差不多 他不敢相信 如果今天不是他 当他的司机的话 局面会变成什么样子 小可爱根本就不太会打冰球 而且这是所谓的 白人擅长的运动 他完全可以去打 搏击之类的运动 都能让他出人头地 但是他不想打拳击 如果他想要做这些运动 他大概可以什么都不干 每天跟着自己的舒适混就行了 但是他不想这样 他想向白人证明 他也能做到 迈克什么都没有说 只是忍着脸上的剧痛 对这个孩子说 如果你想做 你就做 如果你想打冰球 谁要是再用高手怼你 你就用你的球棍 狠狠地打爆他的脑壳 正当迈克和好朋友 地区检察官吃饭的时候 当地帮派头目卡罗斯洛网 他和他的那条斗牛犬 一起被送进了监狱 当天晚上 他又去找了一趟巴尼 巴尼对他的印象 真有些改观了 也许迈克和那帮白人不一样 或者说 迈克和米奇都不一样 他就是他 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 即便他没有他哥哥那么圆滑 他也一定能干好这个市长 迈克开始当起了 巴尼的常识指导人 而巴尼也将迈克 不知道的事告诉了他 他们聊了彻夜 这样的交心与真诚 和权力无关 甚至和这个系统无关 也许只有这种夜晚 他们两个才能脱离这个系统 像两个人 一对朋友一样去聊天 等到白天的时候 万物苏醒野兽蠢蠢欲动 他们又要成为 亦有亦敌的状态 莫不是太悲哀了吗 不过迈克 这慈善家的身份 可以说是板上钉钉了 他并没有对 艾瑞斯小姐姐 表现出任何一丝偏爱 可他对弱者偏爱 狡猾的老狐狸米洛 做了一个选择 他让大个子 打断了艾瑞斯的手臂 踢断了他的肋骨 美其名曰 折翼的天使 再将他给麦克送去 麦克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做 于是他在女秘书帮助下 决定找FBI 帮这个妹子申请证人保护计划 他很多次被米洛利用 和那些重要人物发生关系 虽然FBI也不是什么豪鸟 但是也许他能够得到 保护的机会会更多一些呢 但麦克万万没养到 米洛早就在这些姑娘们身上 安装了定位器 随艾瑞斯这种等同于 背叛她的行为被发现之后 麦克再赶回办公室的时候 双双惨死 剩下一位和艾瑞斯不知取向 从此之后 麦克光荣地过上了 上厕所都有FBI探子监视的 快乐生活 他被算计了 从艾瑞斯出现开始 到证人保护计划 招来的这三个FBI探员 再到后来的失踪和死亡 全都是米洛这个老油条设计好的 而米洛竟然可以全身而退 因为他们既找不到米洛的手机 也找不到艾瑞斯 甚至不会找到那个FBI探员 麦克知道他有这个本事 即便他在牢里 他都可以一手遮天 他的钱可以害死米奇 一样可以害死麦克 如果他再不停止 这种干涉麦克工作的荒唐行径 麦克不惜和他拼个鱼死网破 然而到了这种地步 即便麦克叫来了米洛的律师在场 这样就不会有人录像 米洛还是给了他一个 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那张同样的藏宝图上的 另外一个位置 埋着一个金属盒子 跟着他的那帮人 会知道怎么处理的 搞没搞错大佬 麦克但凡有动静 都有几十个FBI的探子跟着 就算这个盒子能从土里挖出来 多半也会被FBI的人拿走 到时候米洛一分钱都不会拿到的 然而米洛却笑得一脸诡异 说那个盒子既不是钱 他也不想要 而且他就是想让FBI看见 其实这事对于他来说 几乎没有什么难度 唯一说不清楚的就是 米洛为什么让他去挖这个盒子 不过即便米洛这么说 谁知道这个老狐狸憋着什么坏 所以麦克可以去挖这个盒子 但是他得在FBI人 看见这里面这东西之前 他先一个人大致确定一下 里面是什么东西 所以他需要一个契机 把这帮讨厌鬼给支开 正当麦克绞尽脑汁叫来凯尔 依旧没有什么结果的时候 男子监狱正在为一个死刑犯执行死刑 这位死刑犯就是之前 谋杀了23位儿童的灵魂杀人犯 这位探员父亲 终于在这个恶魔死之前得到了结果 他的女儿已经死了 就在那23名死者之中 这位父亲甚至不可能 找到他女儿的尸体 在这位父亲绝望的叫喊声中 这个恶魔终于停止了心跳 包含了这23个家庭恨意的恶魔 就这样死去 而他们的孩子却再也回不来了 与此同时 男子监狱的牢房区 郁警惊讶地发现 这帮囚犯全都开始绝食 之前的操场暴动 亚利亚人和拉丁裔 打了那叫一个激励 他们对整个牢房开始禁闭模式 并且封锁操场 这些货全都背对着外面 站着一动不动 只有警报响起之后 他们才乖乖地回到了房间里面 这样下去 只会让囚犯的势力更加夸张 所以预警方面 必须要做另外的尝试 不过最近不是爱德受了算 点狱长亲自回来管理了 于是 点狱长在完全不知情 之前的诸多交易的情况下 急于解决这次公然集体绝食 点狱长将几个帮派的头目 全都叫到了这里来谈判 其中就包括最早的那位 住在单独牢房的全帮头目 茂格 茂格对爱德的恨意超过了一切 所以在点狱长的谈判之下 虽然茂格以及其他几位都接受了点狱长的谈判 同意不再发生之前的暴乱 同意暂时处于和平状态 然而相应的 预警方面必须重新给他们放空时间 然而爱德知道 这只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平静 真的麦克思索再三 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理由 将身边那些FBI全都支走的时候 一个非常巧合 又不那么巧合的情况出现了 那个失踪的FBI找到了 直播胸口重弹 瞬间毙命还被放在了国事带里 几万两FBI全都往这空地着赶 而麦克一直在等的机会 终于到来了 他终于能够只身赶往那片 埋着一个金属盒子的野地 第二天一大早 他从他的小屋出发之后 带上了金属探测器与铁铲 而露出的黄色金属翼角 才让麦克发现了那个事实 这的确是一个金属盒子 但是好像比他们理解的 要大得多的多的多 这压根就是一辆校车 里面装着23具尸体 和之前那个变态杀人犯说的一模一样 但是他们的尸体全都被集中在一起了 包括那位苦苦寻找FBI探员父亲 他的女儿也在这 被埋在这地理的校车里 也就是说 这一系列的发展 都和那个变态杀人犯说的完全不同 除此之外 米洛为何会知道这点 而且还要借麦克的手 让FBI这帮人知道呢 他到底还知道多少东西 这些事情到底和他有没有关联 麦克虽然表面上不动声色 但是他完全是被米洛算计了 一切都是Iris起的头 虽然他不怪这个姑娘 但是这个姑娘这么听话的 从纽约来到这里开始 麦克的命运就被米洛死死地拿捏住了 这种感觉真的很不好受 关键是 Iris被他藏起来了 女秘书帮忙租下了 原来办公室对面的房子 原来那办公室 自从FBI探员死后 就停止使用了 麦克在这面窗里 能清楚地看到 米奇的那辆凯迪拉克 他自嘲地说 我这辈子都想离开这里 最后我逃离了 整整30米啊 随后麦克在换了电话号码之后 终于接到了爱德的求救电话 自从上次 点狱长在谈判过后 这帮监狱头目的行为 就越来越诡异 他们前一秒 还在操场上 打得头泼血流 现在就聚在一起 商议什么事 再加上点狱长 知道了之前那起纵火犯 他们私底下处理的方式 爱德只觉得 自己的处境 真叫一个岌岌可危 麦克只想私底下 说一句火该 之前硬是不听他的话呗 不过即便预警再有问题 这些个帮派的人 也不能就这么放任他们下去 特别是皮特 几乎上已经准备 蹲在麦克头上那啥了 于是麦克非常诚意地 开了500公里 跑到他的制度窝点去 单纯想要告诉他 之前就告诉你了 我希望你不要不识好歹 我想弄死你 弄掉你现在得到的权利 真的很简单 没过两个小时一起 街头斗争发生 是由瘸帮挑起 他们劫持了一对黑人兄弟的乡车 并从里面发现了一个妹子 麦克同时接到了一通电话 是巴尼打来的 他说那个全身是伤的妹子 自称是麦克的东西 让麦克到巴尼的房子去自取 麦克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 不过米洛这种人 当然会做到这种地步 他一早就这么觉得 他是一头小鹿 误闯进了狩猎区 这些野兽不到一个月 就将他撕了个稀把揽 艾瑞斯的出现 表明这个肮脏的国度 还有一部分净土 麦克不能将他留在这里 不过现在想想 如果想要救他 只有一个方法 也就是传统的釜底仇心 那就是灭掉米洛 他被米洛卖到了皮特手上 皮特对他进行了 惨绝人寰的对待 甚至给他注射毒品 他还遭到了 其他皮特的女性同伴的殴打 艾瑞斯万万没想到 麦克会将车开回去 等到他惊呼着 躲到车座底下的时候 麦克用最快的速度开枪 精准地抱头掉了 出现在他面前的每一个人 随后他换成了喷子 在两分钟之内 解决掉了皮特 这个老混蛋老挝的每一个人 他为艾瑞斯取出了跟踪器 同时将他带回了自己的小屋 他想得相当周到 除了他忘记说 这小屋附近他养了头熊 与此同时 在皮特倒下的同一时间 帽哥带头用刀片 捅死了一位狱警 并且获得了其他人的助攻 这跟蓄谋已久的导火索 最终被点燃了 警探光头和凯尔 自信满满地被安排进 监狱审讯帽哥 但是他俩万万秒到 经过了重重安保之后的两人 竟然被这群疯狂的囚犯给阴了 他们即将用最简单的方式 引起一场暴乱 这两位自然毫无反手余地 米洛也趁机溜了出去 他们拿上了武器库中的所有武器 一路杀到了中控室 这些狱警完全不惊打呀 几乎毫无任何实战经历的样子 这的确是这个腐败城市的真实反应 毕竟很多狱警 都是某某某的亲戚硬塞进去的 几乎没有任何实战经历呀 即便艾德最后升级了一遍装备 可还是因为人数压制 被压在地上挨揍 没有因为踩他事件 把脑壳踩掉 真算是幸运的了 他们带着警棍枪械蟹之类的东西 一直跑到了操场 即便高处瞄望他还能架枪 可囚犯人数实在是太多了 能打倒的人几乎屈指可数 光头和凯尔被此疯狂精力逼到下水道 等到迈克把艾瑞斯给投位好之后 他才打开了手机往室内开去 这真是为了妹子荒废了工作 他的手机都要被打倒了 随后他才发现了这一荒诞发展 他是万万秒道 这帮狱警竟然能蠢到 同时打完一个弹夹同时换弹 这就是一帮猎杀者来了也带不动 记者的直升机 已经被这帮囚犯设下来一架了 警察和FBI还在商议 到底要不要把军用警车开进去的时候 囚犯们已经嚣张到 把各位狱警都挂出来示威的程度了 凯尔和光头岌岌可危 这辈子都没有这么憋屈过 他们很有可能被这帮疯狂的囚犯 在30秒内算清心仇旧恨 就于米洛 这位猥琐精明的终极boss 就这么摸了一件狱警之夫 全身而退 迈克被要求作为 唯一的谈判人员进入现场 结果发现谈不拢 还是把武装军队给派进去了 那请问整迈克进去干什么 为了证明他是主角 他是唯一囚犯们的诉苦对象 猫哥一遍一遍地诉苦 当时那个纵火犯进来的时候 说好以后会放宽管理 和提供好东西吃的 结果什么都没做到 甚至对他们的折磨变本加厉 这些狱警到底是什么样的一帮人呢 就在凯尔和光头要被处决的时候 武装军队进来救了他们一命 就此这场荒唐的暴动就此结束 感谢导演 这么多子弹泼下来 连榴弹都没擦到迈克身上 真是要感动地哭了 所有人开始收拾残局 凯尔迈克与老妈妈感恩地相拥在了一起 等到迈克回家的时候 他发现这只小鹿正拿着锄刀 Iris对迈克说 他只剩下了两种选择 一种是了结自己 第二种是试图改变这一切 但是对于弱者来说 这样的宣言未免太苍白了一点 迈克同样也知道 在这里也许没有正义和邪恶 只有平衡 这种平衡是唯一耿骨不变的状态 他到底应该坚持下去 还是应该逃离这里呢 毕竟他知道 作为单单一个他来说 即便他离开了这里 这个城市 这个世界 这个平衡 也会由另外的人 另外的力量来维持 这就是我们这些人类 对于这个世界的意义 单据利益 新颖体格庞大 卡斯牛拜 演技绝佳 输就输在剧本上 我本人不排斥英雄就美的剧情 Aris小姐姐也绝对美丽 但是她和迈克的发展 就让我很匪夷所思了 一个反派boss 将所有的砝码 都压在一个妹子身上 未免有点太冒险了 十几的篇幅 几乎完全没感觉到 这位前科的高深所在 纯粹是以自己家族的关系 在行自私之事 线索过于零散 再加上挖坑太多 不填的有90% 让人很难将其 与黄石这部神 做联系起来 差距可能不止一点 其实吐槽了这么多 我还是感觉 女主这个人 加进来的太奇怪了 关键是戏份还那么多 难道就是为了 美也才美 爽才爽吗 其实看这位迈克 我更愿意看 米奇大哥的处事方式 感觉会比迈克 这种纯暴力和威胁 似的要有意思得多 所以说后面两集 几乎彻底崩了 也期待下一季了 再安立一遍绝命不失 难得不烂尾的美剧 大部分剧 别说整个剧集不烂尾了 一季不烂尾都够强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老熊 我们视频请忘记点赞 订阅订阅 关注哦